王力宏李靖蕾的离婚风波 之前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而日前李靖蕾在Podcast节目中透露 自己收到美国公安司申诉通知 纽约法院判定离婚获准 另外有人指出根据美国法律规定 因为王力宏是起诉离婚的原告 所以他必须负担对方诉讼律师费 外界粗估将超过新台币百万 但是王力宏也透过律师说明 是因为管辖权的原因移回台湾审理 没有所谓的胜诉确定 对于对方自我感觉胜诉 但无从评论也希望他可以遵守台湾法院裁定 让强制执行程序顺利进行 对此李靖蕾也透过律师发声表示 美国法院经审理后裁定 王先生作为过错方 必须赔偿李小姐因他的过错 而产生的诉讼律师费用 并不是因为他是原告 所以才需要负担律师费用 也强调自己从来没有要求任何财产赔偿 指出王力宏在声明中捏造事实 希望大家不要被误导